但是在確診染疫之後 即便多數人都是輕症 像是感冒一樣 只不過康復之後 也開始陸續出現了症狀 好 包括有人說全身發癢 甚至還有人出現了落髮 疲倦 胸痛等等 醫生認為了 這很可能都是長新冠症後群 一下手一下腳 身體發癢 拚命抓真的好難受 面對全臺累積 越來越多確診者 這會連皮膚癢也成了可能後遺症 台北市就有一名男子確診後 第四天皮膚開始發癢 不定時且全身部位都有感覺 即便過了十一天 症狀還是持續 在那個自體免疫 這些抗體攻擊自己的神經的時候 他就可以全身就是皮膚癢癢的 或是一些怪怪的痛痛的那種感覺 冠絕痛怎麼樣的 這就是長新冠一些 很怪異的一個情況出來 出現全身皮膚癢得留意體質 但症狀得超過三個月 才可稱為長新冠 自身免疫攻擊周邊神經 部分患者出現嚴重失眠 也是同樣道理 常見的長新冠症狀 包括疲勞容易喘 但胃腸肝膽科醫師前症紅 在揭露少數患者出現腸胃道不適 因為病毒也可能透過吃傳染 腸胃道症狀將會是染疫後的前驅症狀 並且可經由糞便來觀察 到了六七個月的時候呢 還是有一定百分比的人可以 偵測到糞便裡面排出病毒 所以代表病毒確實躲在那個地方躲得比較久 那這個目前認為跟有一些人 他持續的腸胃道不舒服可能是有關係的 面對染疫後新生活 隨著越來越多後遇症出爐 拿到無敵信心的民眾也得留意症狀 有問題早日向醫師求助避免惡化 記者黃志杰 黃教維 台北三方道